最近一年多 国内的弹价持续的居高不下 甚至有民众反映 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 这究竟是为什么 在农委会提出的解释当中 除了受乌恶战争影响 国际原物料价格上涨 导致了弹机饲养成本升高之外 潜流感跟全球气候变迁也是缺弹的主要原因之一 不过潜流感跟气候变迁已经是老问题了 难道以台湾现有的饲养技术 依然无法克服这两项挑战吗 反复出现的鸡蛋荒 怎么样才能够解决呢 来到杂货店 白鸡蛋的零售价卖到52块钱一斤 就怕民众买不到的艾西医院护院长 真文菜到通路视察 业者在优明天的蛋在哪里 基本上两天再买外人口 一个人养一只鸡 一只鸡就可以供应我们的鸡蛋的蛋白质的摄取的需求 为什么我们还会有蛋荒呢 全台养超过三千万只蛋鸡 却敌不过潜流感异病剧烈温差的冲击 确断问题不断重演 那塑本救援的部分 其实就只有一个根本的一个因素就是在于 我们产业因应这些的变化的韧性不够 来 你要什么 菜肠要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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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第二市场内的萝卜糕店 生意兴隆 天台员工敲蛋的手没停下来过 然而老板直言 现在每颗蛋都几乎是用成本价在卖 现在涨了快一百块 我说要想要涨下 可是说我们上次有涨萝卜糕糕米肠 现在就想说 博弈多小 不然现在蛋很贵 我没有赚了 快要八块的钱了 蛋快要八块了 从2023年2月13日开始 台北市蛋商工会排版鸡蛋涨两元 民众买的散装白蛋 每台金来到55元以上 如果从去年算起的话 应该涨了大概五成左右 那主要是俄乌战争 带动整个这个飼料价格的上涨 那飼料占我们成本大概将近七成 所以也要反映蛋农的成本 不过比较美国跟日本 那么台湾的涨幅是略低于他们 为缓解民众恐慌 农委会拿出数据指出台湾 每天可以供应11.3万箱 约2260万颗的鸡蛋 没有缺蛋问题 但这样的说法 不只被民间的蛋农 蛋商反驳 也与消费者体验有不小差距 要看另外一家会不会蛋 民事新闻记者 在同一天实地走访三家卖场 发现连续两家卖场的冷藏蛋品区 货架上空空如也 而事实上台湾缺蛋的问题 早已不是第一次发生 缺蛋效应让许多小吃餐受到影响 砸华店门口大排长龙 都是等着买鸡蛋的人 至少要排30分钟 白蛋很快被抢光光 剩下一斤85块钱的五股鸡蛋 鸡蛋的产业也算是农业的一环 那其实农业我们都很清楚 基本上就俗称的靠天吃饭 尤其是这几年 气候的一些变化其实蛮剧烈的 那我们蛋机跟人一样 那天气冷天气热 其实都会影响到 那一个鸡蛋的一个生产的一个结果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 常常听到的就是疫病的问题 全球气候变迁加剧 还有禽流感疫病连年清洗 虽然都是业界熟知的老问题 每次发生却依然造成 台湾鸡蛋供给大受影响 那塑本救援的部分 其实就只有一个根本的因素 就是在于我们产业 因应这些的变化的韧性不够 到底是什么原因 导致台湾鸡蛋市场 每次遇到外部挑战 就无法调节供需正常供给 一眼堂采访团队 来到全台鸡蛋产量最高的彰化县 以探究竟 这里就是我们的鸡蛋室 这里面我们有装冷气 我们鸡蛋上面是有毛细孔的 你只要温度不一样 它就会慢慢的会散发水沉气 甚至会发汗 那我们现在就是把温度控制住的话 它就是到蛋商来收蛋之前 我们就是能够做到鲜度 会保持住 输送带上的鸡蛋全程吹冷气 保持在最新鲜的状态 鸡社里的母鸡也利用水帘腹牙设备 吹着凉凉的水冷气 躲避正午曝晒 更新硬体设备是蛋农鸿鸣方 在全台缺蛋危机中 依然维持8成高产氮率的关键原因 传统的鸡场 它必须要比较容易接触外界的环境温度 你夏天你吹的风还是热风 这个跟水帘场是不一样 水帘场它进来的风 它就温度就会降下来 鸡社大概在夏天的时候 大概还可以在30 31度 那你也许你外面体感温度会到40度 水帘式养鸡场的原理是在进风口设置一片水铺 并于出风口以风扇抽风 利用负压方式制造空气对流 当户外的热空气经过水铺流入鸡社内部时 就能达到降温效果 一般鸡汁它会受到那个环境温度影响 大概在29 30度 所以一到夏天 传统鸡社几乎都会掉蛋 这是这几年常常有的情况 整个全世界都面临一个极端气候的这个风险 突然间极寒或极乐 那甚至在一天之内可能就经历了冬天跟夏天 那人都适应都很困难了 那淡机也一样 尤其它没有得躲嘛 这些极端气候的这种威胁 对他们两个是一个很大的紧迫 为避免蛋农继续看天吃饭 农委会近年陆续提供低利息的政策性贷款 希望协助仍在使用传统机社的蛋农 改建为可以控温的水链式机社 然而根据农委会统计 在全国超过2000座蛋机场中 依然有75%以上的蛋机场设备相对传统 第一阶段贷款也是要还钱 那也是要担负风险的问题 尤其是现在饰养成本 饰养成本那么高 如果万一做错了 有可能一次就没办法翻身了 饰养的技术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它从传统的 要转换到像我们现在水田厂 这个还控的 这个要碰到电脑或自动化的东西 你叫一个六七十岁的 他现在搞不好连手机都不一定会用 智慧手机不一定会用 这个不是说要改变就改变 其实在产业里面我们也发现到 它变成走向M型 就是说目前如果大规模标准化 现代化的机场 其实不断的在投资 不断的在兴建 可是我们还是有相当的一批的 所谓的传统式的饰养户 还是在原地踏步 那其实这部分 对整个产业的一个发展来讲 我们也发现到 它是我们的一个危机 蛋鸡产业转型卡关 让台湾的鸡蛋市场对全球气候变迁 毫无抵抗力 面对高病原性的禽流感 更往往酿成灾情 2022年11月中开始 农委会续产试验所 宜兰分锁 在死亡的鸭肢上 发现新型的H5N1 高病原性禽流感病毒 不久后 在彰化台南云林的淡机场内 也陆续发现了H5N1的踪迹 方检局统计 从2023年元旦开始 截至2月17日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因为确诊禽流感 而遭到铺杀的淡机 已有8.3万只 超过2022年一整年 铺杀总量的一半 农委会目前推广 以半开放式或密闭式机舍 取代传统的开放式机舍 避免淡机与野生禽鸟接触 但防检局的资料却显示 2023年确诊禽流感的禽舍 大多都属于密闭式 或半开放式 很多人会质疑 如果说我养在室内 或是养在水源的设备里面 是不是就不会得到禽流感 这个不然保证 当然你能源进出 还有一些可能就是 相关的这些通风 或是你有沒有很好的隔离 都会影响 中兴大学动物科学系的陈志峰老师 认为台湾无法阻挡候鸟进入 要根据禽流感 几乎不可能 应该朝劲力降低禽流感 对台湾淡机产业影响的方向努力 第一点就是别再把鸡蛋 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我们现在吃的鸡蛋 45%都来自于彰化的地区的这个产区 所以说其实你能够把它分散到 其他的一些县市去的话 能鼓励其他县市 能够来开始增养这些淡机的话 我想这个可能就会比较 能够增加我们整个在生产端的 对于任性的这件事情 目前台湾大规模的淡机畜牧场 大多集中在彰化 云林 嘉乙 台南 屏东等县市 其中又已产出全台四成以上鸡蛋的 彰化线最为密集 当地一旦有养鸡场确诊禽流感 周围禽舍感染的风险非常高 我们现场观察到的就是这样 你今天发病的场就是 就是比较频率比较高的 就是发现在这个地方 所以说假如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其实我们应该要有一些科学的数据 去把它数据化之后 跟农民做一些分析 陈志峰老师表示 要弹农们马上搬家并不可行 但政府应该鼓励其他县市 开始增养弹机 并参考台湾对抗新冠肺炎的经验 放弃清零的扑杀政策 该采打禽流感疫苗 让弹机逝者与禽流感病毒共存 以目前禽流感的一个变化跟病毒的演化 这样的一个快速 而且多元就跟人的流感一样 那其实疫苗是不是足以有效的去控制 禽流感这部分 其实在学界里面是相对保留的 最重要的是 疫苗一打下去 对于产业来讲 基本上如果从目前的国际贸易的 通责上来看 大概就是国内的家庭产品 短时间内就没有任何出口的 这样的一个机会 台湾到底该如何面对不断进化的禽流感病毒 政府官员想清零 学者却认为该共存 在嘉义县新港乡也有弹农 试着找到不一样的解答 一片平坦的绿色田野间 这栋两层楼高的纯白建筑特别显眼 这里是张手中厂长管理的公寓室养鸡场 两层楼各有时间积设 目前饲养的蛋鸡多达13万5千只 每天可以产出将近12万颗鸡蛋 走进鸡舍前 包含张手中厂长在内 所有人都得先穿上防护衣 全身包紧紧 两肚踩过消毒池 全身蒸汽消毒后 才能真的看见鸡舍大门 我们进到农场的时候 我们要先敲一下 让鸡突然打开门的话 它会吓到 然后你看喔 鸡 鸡的话现在已经生荡完毕 它现在开始在地板上玩 等一下我们进去看的时候 你会看到鸡一直很兴奋 一直往前冲 相较于传统高密度的龙寺 张手中鸡舍采取平寺室内平面饲养 母鸡不被关在铁龙中 可以自由自在地在鸡舍内飞跃移动 活力十足 早期我们饲养的话 是遵照农友会规范 是从12只 每平方米12只 现在我们已经下降到 每平方米8.5只 既有舒服的环境 有开阔的空间的话 它的运动量更高 所以它采食量会更高 它的产生力自然就提高 根据张手中的观察 当其他养鸡场受气温 或疫病影响吊蛋时 自己的养鸡场 残氮率依然可以维持在九成 而鸡脂也因为不需要 在铁龙内互相堆叠 踩踏死亡率大幅下降 跟人一样嘛 你一个小公寓 住个十几个人 真的很不舒服 那如果说你是一个很大的 大宅院的话 你一个一个旁边 那当然是 这样子其实住起来 对身体的身心也是比较好 整个抗病率相对会比较好 为了应对禽流感 张手中经条细选周围一公里 都没有饲养露禽的位置 设置养鸡场 并引进科技化的监测设备 用手机APP 随时监看机身内部的数据 如果鸡汁出现摄食量下降等征兆 就能及时请来兽医处理 那边是蛋箱是不是 对对对 好我们可以上来看一下 然后你看这就是朝乡的内部 此外过去平面饲养 因为鸡汁自由活动 经常有鸡汁会在沙地等朝乡以外的地方 生下地板蛋 这些地板蛋因为容易出现裂缝 或是受到鸡份污染 大多只能当成废弃蛋处理 因为鸡汁往上走 它觉得越来越安全的话 它看到朝乡 这边是一个引力的环境 它自动就会钻进去里面去生蛋 为了解决地板蛋的问题 张手中利用鸡汁为避免捕食者侵略 而且喜欢在高处产蛋的特性 将朝乡设在60公分的高床上 并装上最能吸引鸡汁注意力的红色门帘 当母鸡想要生蛋的时候 就会飞上高床钻入朝乡 一举让地板率成功降到总产量的一成以下 然而这样高科技化高度专业的蛋鸡饲养方式 也有着一定生产门槛 要在短期之内普及全台并不容易 现在行政院愿意用40亿来编列这个预算 改变就是所谓的家庭的这个建设的提升 你要不要趁这个时候真的好好的跟上国际 台湾的蛋鸡产业或许还要数十年才能脱胎换骨 然而只有趁早推广现代化饲养观念 改良产业硬体设备才能提升鸡蛋市场的韧性 让台湾的鸡蛋供给越来越稳定 一劳永逸的终结蛋黄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